纽约花旗球场1号举行第14届中华之夜活动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为美国棒球赛事开球 并且和现场的球迷共同观看了比赛体验现场的中国元素 黄平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 中美双方还在商讨增加航班 在不远的将来有望每周恢复到48版 纽约花旗球场1日晚举行第14届中华之夜活动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为美国棒球赛事开球 并和现场的球迷共同观看比赛 当日下午美中友好协会 美国纽约大都会职业棒球俱乐部 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 中国黄山还在球场内举办了 你好中国旅游品牌发布会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代表 纽约州长代表 纽约市议员等150位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表示 此次活动意味着中美双方 将进一步增进民间交流 中国也会不断采取新的便利措施 方便两国恢复签证和旅游项目 中美双方正在商谈增加航班 预估再不远的将来 每周会恢复航班到48班 双方还在商谈增加航班 我们疫情前有330班一个星期 现在每个星期只有24班 通过双方的努力 我们有望在不远的将来 让航班数在现在的机场翻一倍 也就是达到48班 我们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促进双边人员的交往 让两国人民更多的往来 发展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主任 马云飞为你好中国品牌发布会 举行接牌仪式 美中友好协会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 还为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 颁发了美中友好贡献奖 双方还与纽约大都会 职业棒球队代表交换了礼物 大都会棒球队 也为黄平总领事等嘉宾 颁发了足以和谐贡献奖 以表彰其在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上 所做出的贡献 今天的活动叫做 你好中国的旅游品牌发布会 这是文化和旅游部 在新的时期制定的一个 新的旅游推广品牌 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承诺 是对世界旅游的开放的一个促进 活动现场我们看到花旗球场的内外 随处可见中华文化的元素 那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书画家 现场就为球迷朋友们在写书作画 而这里的观众也可以领取到 印有中国元素的特别版的小T恤 棒球帽等等的文创小礼品 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复 有缘报道 一定数字明明ρι的会议 律词 词 词 有